长途飞行时没办法好好休息 真是一件很糟糕的事 虽然商务舱比较舒服 但费用太高 大多数人还是会选择空间狭窄 座椅又硬邦邦的经济舱 纽西兰航空推出了全新的经济舱Sky Couch 以后搭经济舱也能躺下来好好休息啦 经济舱Sky Couch是由一排三个座位组成的 还会提供枕头等物品 夫妻 情侣或带小孩的家长 搭飞机时加价购买隔壁的空位 就能拥有宽敞的空间啦 这算下来比头等舱和商务舱的花费要少很多 非常划算 举例来说 如果你准备搭乘纽西兰航空的航班从雪梨Sky 飞往洛杉矶Los Angeles 只要多花200美元 约台币6 286元 就能买下临座的空位 飞行时不用直挺挺坐好 而是能躺下来休息 澳洲国主Adel Barbaro体验过经济舱Sky Couch 后赞不绝口 如果你们两个人一起搭飞机 以着后架买下第三个空位 这一排的空间就是你们的了 抬起座位上的脚踏变成沙发床 一家人都能在飞机上好好休息 搭经济舱还想拥有宽敞的空间 这不是不可能的 纽西兰航空的经济舱Sky Couch 就非常棒 早在几年前 华航也规划在长城县经济舱设计 类似的沙发床座位 大家出行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